您好 上一次我们演示了如何用导入的DWG文件做梁柱框架 只有搞结构的才会去创建这种梁柱框架的模型 这种模型主要用于对梁柱框架结构的研究验证和团队内外的沟通交流 这一节要介绍另外一类建筑模型 它主要用来做外观的验证 展示或渲染等 要求基本忠实于DWG图样 外观比较精细 不必做出建筑的内部结构 这种用途的模型 好像是大多数SketchUp初学者的主要目标 这一节要讨论的就是这一类模型的部分内容 顺便说一下 另外还有一种建筑模型 看起来比较粗糙 细节时常被忽略 但它们往往是主要设计师用来推敲方案用的重要手段 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一节要完成的部分 主要是地面 墙体 线角 门廊 阳台 烟囱等部分 建模的依据仍然是这一套别墅的DWG图样 如何在Auto CAD里做清理 导入SketchUp后如何做进一步的清理和合并涂层等内容 在上一节里已经交代清楚 需要的话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图样 底层的平面图已经清理干净 锁定在工地现场 东南西北四个立面也已经就位 请注意这些辅助线与立面D对应关系 务必花点时间精确对齐 碰到某处无法对齐 一定要查明原因并解决 不然建模过程中遇到麻烦 仍然要回去办公 花费的时间会更多 好了 现在平面与立面已经对齐 可以开始描绘墙体轮廓 首先描绘的是墙体的外部轮廓线 这些立柱 窗户的位置暂时不用许管它 等一会再说 和考虑 moo 我们在大际中用轮廓线与立面 去到码头户的外部轮廓线与立面 好 身边去当中用轮廓线与立面 我只能看到 我们在这儿 垂直腿与立面 往两路滑 上一节我们说过了 做这一步工作可以解助于一些插件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放弃用Sketch Up锻炼基本功的机会 如果现在练不好压腿 蹲马步这些基本功 将来再跌扑翻滚 飞檐走地的时候就会有困难 出毛病 预速而不达 到时候仍然要补课 另外 描绘这些线条也是对图样熟悉的过程 好了 大概用了十多分钟 得到了这样一个平面 马上你就会知道 花费十多分钟得到的这个平面有多重要 它有好几个用途 所以 要马上创建一个群组 在旁边保存一个副本 比如 用推拉工具 拉出高度 只要加上门窗和材质 就是最简单的模型了 再加上门窗和材质 签客 在你的腹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时候 包括用来渲染 都可以用这样的模型 不过 这不符合我们这次练习的要求 这一次 我们要求做出墙的厚度 我们要求做出墙的厚度 现在用偏移工具偏移出墙体的厚度 再用推拉工具就得到了有厚度的墙体 画个矩形 就可以得到窗洞和门洞 如果门窗尺寸都一样 只要复制这个矩形 就可以完成所有门窗 可是 你看看 37个门窗 门口尺寸相同的没几个 窗台高度就有四五种 还有四处玻璃幕墙 好了 还是静下心来 认真做准备工作吧 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这样几个图样 这是最早根据外墙线描绘出来的轮廓图 要用来做线角放量用的路径 它还是其他几个图形的基础 这是修改后 用来做地面的 地面有三个不同的标高 车库最低 方便车辆进出 餐厅最高 其余的位置其实还有不同的标高 比如卫生间 厨房 洗衣房就比客厅低30毫米 这里简化成同样标高 如果你不准备做室内的部分 这个图样就不太重要了 这一组图样是用来做墙体的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 把做墙体用的图形移动到位 现在要拉出墙体 仔细看一下 四个例面上 墙体最低的就是这个位置 650毫米高 我们第一步就把所有墙体拉到这个高度 接着把底层的DWG平面图样复制过来 移动到位 大开这个图样 门库定位用的线条 就在墙体的顶部了 现在把玻璃幕墙下面的突出的承重部分做出来 同样的结构一共有三处 同样的两个例子 旁边就把底层的线条 又等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要对这些废线条清理一下 拉出其余的墙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剩下的部分就是窗户的位置了 可以根据立面上的高度拉出各窗台的高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按住Ctrl 键 用推拉工具拉出窗洞的高度 仍然按住Ctrl 键不放开 拉出窗洞的上员 为什么刚才用推拉工具的时候要按住Ctrl 键 因为这样做 在推拉的同时还可以复制出一个平面 这部分内容在本系列教程的A部分有详细的介绍和讨论 如果你没有按课程的顺序 直接空降到这里的 请回去复制复制复制备 现在用偏移工具向外偏移出窗套的位置 推拉工具拉出窗套 删除中间的两个面 一个窗洞就完成了 接着做出全部 底层墙体全部完成后不要忘记创建群组 不然等一下跟其他部分就混在一起 影响操作 线角的部分 在上一节里已经讲过了 要用路径跟随来完成 这个地方是屏幕不仅存在 上一节试线角的部分 在上面的地方 这点试线角的部分 就不够放在一层的地方 那么缓一层的地方 那些部分 就不够放在一层的地方 现在把做地面用的图形也移动到位 拉出地面的高度 接着,我们用同样的办法做出二层 二层的墙体轮廓可以用修改底层的图样后得到 请注意二层的墙体和窗洞位置跟底层有较大的区别 查看图纸 除了木墙的位置 二层窗台高度前部是840毫米 复制二层图样到墙体顶部炸开 获得窗洞位置 清理这些废线是体力劳动 有点辛苦 如果不想删除废线 势必要一个个画出窗洞的位置 同样是辛苦力气活 比较下来还是删除废线 不要动脑筋 多少占点便宜 还是埋头苦干吧 没有什么东西 我来说 我来说 还要吃了 我来说 你更吃了 我来说 那些小店 这是 我来说 接着还是用按住 Ctrl 用推拉工具做出窗洞 用偏移工具和推拉工具做出所有窗套 描绘出洋排栏杆的轮廓 做出栏杆 全部搞出栏杆的轮廓 写主 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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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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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二楼线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次的演示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重点是利用DWG文件上的线条描绘出重要的轮廓 综合利用 大开DWG图样后产生的大开DWG图样后产生的大量肺线和解决肺线引起的很多麻烦 还不如老老实实依DWG图样描绘轮廓更快更顺当 做出来的模型也更干净 再见